拼战杭州亚运 我国代表队再传捷报 跆拳道好手罗嘉玲一路闯进了女子57公斤级金牌战 最终以0比2输给了中国队获得银牌 赛后他落泪回应说没事 透露自己这次富商出赛已经尽力了 但是感到很可惜 而另外 跆拳道好手林维军也在女子53公斤级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 这回杭州亚运 跆拳道项目呢 我国总共是三赢一同入带 杭州亚运我国跆拳道代表队再传捷报 有国民女友称号的跆拳道好手罗嘉玲夺下银牌 他在26号跆拳道女子57公斤级比赛 16强击败不丹选手后 8强直落2击败乌兹别克选手 4强赛再顺利击败泰国选手挺进金牌战 对上帝祖国选手落宗师 同时也是上一届亚运金牌 第一局罗嘉玲领先2分 但对手连续前踢丢失6分 最终丢失这一回合 第二局被对手拉开比分后 最后10秒被对方投机 最终以0比2获得银牌 今年21岁的罗嘉玲身高183公分 在台拳道国际赛事成绩亮眼 其实罗嘉玲与中国队选手落宗师 早已多次切磋 在2019年澳洲公开赛 去年世锦赛 罗嘉玲都以0比2落败 这回摘下银牌后 罗嘉玲落泪 但强调没事啦 透露有脚伤跟泰国选手比赛时 脚满不舒服 自己尽力了 但觉得很可惜 没能把握比赛 另外台拳道选手林维军 也在台拳道女子53公斤级 闯进金牌战 对上韩国选手蒲惠珍 第一局前30秒前踢得分 最后30秒被对手追平后 遭到逆转 第二局林维军连续追分 夺下回合 但第三局依旧遭对手反超 最终以1比2获得银牌 我觉得妹妹表现得非常好 但是我觉得她很可惜 就是说 他们在训练上 没有去针对到 韩国这个选手 五国代表队连续三天 都有奖牌进账 也让台湾体坛 这一天能见度 节奏报道